你這個流氓行徑 你願不願意道歉 問世間情是何物啊 問世間真理是何物 你一句我一句 韓國瑜大戰王世間 一戰成名 兩個人 槓上了 不可能的事情 我真的 這樣我真的愛哭去跳 怎麼賭怎麼輸 王世間被稱作 浮龍命格 喊韓國瑜 兩個人 從針鋒相對 到越看越咬他 我們就放他一馬好不好 不要苦苦逼人 而且王世間一員真的是蠻可愛的 但原來韓 王 兩個人 過去的緣分 從這裡開始 新北市中和區的瘦德新村 是韓國瑜從小長大的地方 而這裡曾經改建 改建的廠商 居然也跟王世間有關 韓國瑜他們家 剛好是我們家的 斜對面的巷子 所以他們家大概是屬於 這個巷子的位置在這 指著改建前的方位 這裡就是韓國瑜老家 舊照片牌樓 還有低愛圍牆 現在都不復建 瘦德新村在2000年完成改建 資料上寫著 建設公司是營建署 營造則是交給日程營造 而這間公司 董事長 居然就是王世間 真的嗎 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你們怎麼看 剛好看 這沒有什麼好看 這是緣分吧 而且那邊的房子 我們20多年前賣掉了 真的是太巧了 政壇上立場對立 王世間反鬥成為 將韓國瑜 送進高雄市府的推手 我跟韓總可以當導遊 促進一下高雄的觀光跟經濟 韓兵出馬 王世間害羞被收服 直呼向自己的女兒 原來這兩家勤奮 早就天注定 也難怪 韓王兩個人相對 總是能超出話題 記者姚立強 王允竹 新北市採訪報導